在台灣棒球的歷史上 有非常多球員因為假球、賭博 或者逃走風波的原因離開了球場 他們帶給台灣棒球的傷害 是無論如何都有法彌補的 只是身為球迷的我們 總會在某一個時刻看到某一個人 卻想起了這些迷失的職棒球型們 哈囉大家好我是史丹利 你還記得王敬利這位投手嗎? 他最早加入職棒是從兄弟向的練習生當起 後來成為相對締造隊時 第二次3連8時重要的投手戰力 三度入選明星賽也拿過一座中繼王 被譽為兄弟的練習生傳奇 沒想到後來黑象事件爆發 王敬利不但有涉案還擔任白手套角色 讓不少象迷傷透了心 也那麼他為何會做出這樣的事 接下來就讓本集的迷失系列 帶你來回顧一下王敬利的過去吧 王敬利稱高186公分 體重91公斤 名字強力有盡非常好記 以前球迷都叫他阿莉 棒球之路始於台北的士林國小 小倫那年曾參與電影《紅葉小劍》的演出 當時王敬利飾演日本調部隊的投手 最後敗給由趙世強率領的紅葉少幫隊 雖然王敬利對棒球有興趣也很有天賦 但他的家境並不富裕 家庭無法支持他打棒球的龐大支出 所以在國中畢業後選擇離開了球場 找尋別的出路 把他大多數的時間都拿來打工賺錢 服務業、送貨員、業務人員、銷售工作他都做過 不過開始同期隊友紛紛進入甲組成棒隊 或上大學繼續打球 王敬利的心裡難免遺憾 也有點放不下 所以在當兵之前 他加入了業餘遺祖的藍白唱片隊 每週打一到兩次球過癮 也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貴人高耀洞 高耀洞其實就是藍白唱片隊的老闆 他對王敬利的球技十分賞識 因為他是可以繼續打球 朝職棒發展而料 所以讓王敬利退伍後 他拋出了一個疑問 問王敬利是否要繼續打球 與此同時他還透過認識的橡米郭先生 推薦王敬利讓他能夠以練習生的身分 進入兄弟相對 主要擔任賽前打擊練習的為球投手 所以王敬利也同意了 即便不是正式選手 但能夠穿上黃袍成為兄弟相的一員 已經是莫大的榮幸 當時兄弟相的羊炮德武推了他一把 德武是在1997-1993年來台 使用20的WRC Plus超過200 拿過打擊打點安打王 在不少下明星中 是兄弟對始最強的羊炮 某一次的打擊練習 德武打了王敬利的球後 覺得他的球值還有球速都很有水準 於是向總教練江仲豪推薦 考量到當時相對圖頭佔力短缺 曾憲章年齡健長 只有一個吳俊毅撐場面 其他都要快洋頭持舉數 江仲覺得可以讓王敬利試試看 同意了德武的建議 當年底還把王敬利帶去日本球訓 期許他能夠早日替球隊貢獻 1999年 王敬利站上了終極局的投手球 除了反碰上中信精隊 後援一局雖然有丟分 但並非擇食 還送出兩張老K 表現可圈可點 不過王敬利畢竟沒有任何 甲族城棒經歷 略級打怪要馬上投出成績 真的不太可能 所以前面幾年 他花了滿長一段時間適應 好在兄弟也過有耐心 畢竟缺投手嘛 當時又處於良聯盟二鬥的狀況 王敬利雖然壓制力普通 但至少能夠吃局數 相對也就加減用了 2001年 是王敬利破檢而出的一年 兄弟有道帥林一貞執掌兵服 他重用了王敬利 讓他擔任固定先發投手 並把吳俊逸拉去扭棚 王敬利在這一年一共30場出賽 當中18場閒罰 持下超過120局 並來球技尾勝的最後一場閒罰 率隊擊敗了中信精 拿到第10場滲透 當年也不只他 對上了另外一位主投手張士凱 也締造了10勝殊榮 讓項米感到非常幸福 終於在成績性之後 兄弟又有王牌投手了 而且還一次兩個 真的撿到薄 從練習生搖身一變 成為兄弟相王牌 也讓王敬利嘗到了爆童的職位 各家媒體爭相報導 說王敬利是苦練出頭天 每天練習結束後 都會一個人待在中訓室加強 並持續跑步來鍛鍊體能 也正是因為勤勉不懈的努力 他才能夠有今天這樣的成績 2001到02連續兩個賽季 王敬利合計拿到了11勝 成為兄弟相2連8的大功臣 也都有在總冠軍賽亮相的紀錄 甚至在02年 他卻同意是拿下7勝 防律2.57的成績 一度寫下7連不敗 相比對新榮中信還要出色許多 因而被封為打死高手 也因為王敬利當初加盟時 是0千月經的情況 相對老闆洪瑞和 在他投出成績後相當開心 補發了100萬給他 獎賞他的蛻變 不過在02年賽季尾身時 王敬利的肩膀就出現傷勢 找醫生檢查 診斷說是疲勞 造成肺部肌肉減崩 現在也有點問題 建議他好好休息 但王敬利不肯 畢竟球隊要拚連霸 他希望能夠上場貢獻 不要成為脫游瓶 也因為帶傷上陣的關係 03年相對決定 讓王敬利轉換角色 從先發攔往後援 希望能夠減輕他的負擔 好戰王敬利適應得不錯 下面其實表現越來越好 球技某以11次救援成功作手 還取代了原本終結者蕭任問的位置 成為新的黃山軍守護神 這年相對要拚三連霸 王敬利也在台灣大賽 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由5場後援記錄 合計8點1局只丟1分則10 最快球速來到了147公里 刷新個人生涯新高 我印象最深的賽第六戰 9局上平手的局面 王敬利把張家浩三陣出去後 霸氣的走下頭有丘拉弓 那場他接在橫點9折之後等板 一共撤了4局 1分都沒有掉 也一樣相對把比賽帶進了延長賽 最後靠著了蔡凡凡的再見安打 完成了3連霸 也從這年開始 王敬利被固定放在後援的角色上 幾乎不先發了 04年他的成績更上一層樓 再次收下雙位數捐的成功 法律只有2.85的水準 直球的速度又有偽勁 搭配上一顆慢速的大曲球 還有縱向的直插 幫助相對手下一場又一場的勝利 只不過兄弟戰隊 對於王敬利的使用真的太過度了 以04年來看 明明54場的出賽全部都是後援 總局數卻多達88點1局 可以排在相對第5 而且後援場次第2的小任問 才32場出賽而已 王敬利居然有54場 天天出賽根本是加場變版 而且每次登板幾乎都是兩局起跳 這樣的操勞 也讓王敬利在05-06兩年 迎來了低潮期 他的右肩會時不時隱隱作痛 但王敬利為了保住上場機會 選擇復健而不動刀 就像前面說過的 能上場就要上場 而且開刀的變數大 他不願意冒這個風險 也或許是因為 從前當了很久的板凳選手 以練習生的身分一路走上閑法 所以王敬利很珍惜 自己能夠留在一軍的機會 他曾經說過 只要想到以前一直做的板凳的日子 就會非常非常地珍惜現在 當時聽來很勵志 但現在看到只覺得真諷刺 2007年 王敬利揮別的傷勢陰霾 再攀升了高峰 單機45場出賽排名對上第一 和羊頭泰德、莊偉拳等人 共同扮演牛棚大手的角色 沒想到短暫復活一年的他 又在08年遇到了傷勢 這次不只肩膀 連腰傷也找上門 成績下滑得非常嚴重 薪水也被一砍再砍 從巔峰時期的月薪16萬 一路被調降到剩下9萬元 09年總冠軍賽結束後 檢查單位大動作搜索兄弟相宿舍 多位選手還在睡夢中就會下行 也讓職棒打假球這件事再次浮上檯面 贏得球迷人心惶惶 接下來一位接著一位的中職選手 接受檢方訓問 包括了曹錦輝、張志佳等旅外歸國的球型 而最初遭到生涯的兩位選手 分別是兄弟相的無保險 還有王敬利 檢查懷疑王敬利是千賭集團 勝入球隊的喬門傳 主要和已經離開球隊的裝紅亮聯繫 擔任白手套角色 沒過多久的時間 王敬利就鬆火認罪 當時他在法庭上哽咽慘抖 表示自己原本不講 是因為老闆一直告訴我們 如果有打假球球隊就要解散 他很害怕一旦說出來球隊就會解散了 會害到他的同事還有許多家庭 說完就突然崩潰大哭 在王敬利的供述中 是裝紅亮找他前線 幫忙找了買家瑞、郭一鳳、劉耿興、朱宏森等人 第一次就先給5萬塊的見面禮 接下來會是出賽的狀況來配合 有一場的指令是 看場外有沒有放煙火 如果有就表示這場要配合打假球 有了王敬利的認罪自白 簡道陸續抓出多位選手 整裝假球案也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 變成我們現在知道的黑象事件 最後王敬利繳回不法所得十幾萬元 成為黑象事件中徹底認罪的第一人 隨即被兄弟將開除 永遠無法再回到翅膀圈了 而在後續的追查中 簡道還發現 王敬利跟裝紅亮的配合之間 其實有過一次黑吃黑的情節 由於裝紅亮都是拿錢給王敬利 想他去分送給有配合的選手 但他自己其實不太確定 這些黑錢是否真的送到那些選手面前 有一場是裝紅亮跟王敬利約定好 給20萬打假球 結果王敬利沒有上場 裝紅亮還是有意思意思一下 給王敬利幾萬塊 結果王敬利卻告訴他 劉耿星那場有一個漏接 是王敬利要求他配合的 所以請裝紅亮給錢 讓他轉交給劉耿星 沒想到後來檢調查出 這筆錢其實是被王敬利自己吞掉的 他原本自白時沒有說出這一段 後來檢方追問才坦承 其實劉耿星根本不知道這件事 自己拿了1萬塊之後 剩下19萬給了哥哥 但哥哥怎麼用這筆錢他並不清楚 2010年2月10號 終止假球案總算增結 合計有24位選手 獲判還起訴處分 其中也包括了王敬利 主要原因是有坦誠犯行 而且犯後態度良好 也繳回了部分犯罪所得 所以重新發弱 只是沒有想到 王敬利離開職棒多年後 又跟千賭扯上了關係 登上新聞版面 原因是他在網咖內使用賭博網站 多次下注新台幣100-5000元的金額 千賭倫敦奧運的藍藍賽事 當場被警方查獲 以普通賭博罪給起訴 我這邊有很多橡皮朋友都說 王敬利的涉案 是讓他們不再相信棒球的主因 在他們眼中 王敬利是努力、拚命 從底層一路爬上來 非常愛惜羽毛的選手 實在沒有想到 他最後的結局會變成這樣 也讓他們變得不再相信棒球了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你對王敬利有著什麼樣的影響呢 快點擊下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安利 那我們今天下集影片見囉 掰